今天咱们看一下像拆这种老房子应该注意些什么 首先呢不要砸坏挖掘机或者周围的东西这是一定的 你像你去一拆的时候灰尘比较大 那个时候就看不清了 咱就要停一会儿别再操作 要不然可能操作错误导致不必要的情况发生 再一个呢就是这个老房子里的门还有窗户 还有呢就是房顶上的木梁 这些它们都要留着 不知道为啥应该是一些老东西 它们留着不知道做什么用 这个时候呢咱拆的时候就要把这些东西给人家留出来 别拆坏了 这些把它不能拆碎了对不对 这种小墙呢其实也比较矮 也比较好拆 一碰就碎 最主要的你看这些木柜看到没有 咱别给它弄断了 慢慢的让它给它挑出来 也就没什么问题了 这种农村的老房子是比较好拆的一种 然后呢还有一个屋顶上有木柜 咱把两边的墙给它一拆 这样呢屋顶就下来了 看完的楼梯给个双击关注吧 咱们下期见 那对 是啊 meat 还好